那个记者怎么了 他现在就在威胁说 要把金师傅的过去 全部搞出来 为什么他都不替自己辩解呢 该说的还是要说清楚 不管是什么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现在都已经几点了 会长怎么还没有清醒 这人对孤永洲很抱歉 老天似乎站在我这边 听说现在流传 会长挠死的八卦消息 谁说挠死了 你听谁说的 我是来做最后通知的 十元分月 马上就要关院了 本周四晚间 八点到十 浪漫一声金师傅 精彩大结局 八点到十